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全民获得6票取得抽射许可 明镜全民也就是民视 成为台湾第4家的无线电视台 目前我国的无线电视台业者共有6家 1999年6月16号 台湾首艘高速飞翼船海天号 进行命名下水仪式 下水仪式中除了来自美国 日本 德国 三国的专家前来管理 在研发过程中赞助原料的企业主 台宿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也应邀参加 当时的交通部长蔡兆阳在致辞时表示 台湾四面环海 飞翼船研发的成功 可以说是建构蓝色环岛公路的开端 同时也是本土化科技的最佳示范 你好我是宋雁明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 今天我们下转参加